大家好我是蜂小廚 如果家里还是挑食的 一定要试试这一道紫菜红薯条 外酥凝嫩 超级好吃 首先我们把红薯削皮 这是我婆婆买的红薯 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红薯 很少见 像我们平时早晚都会吃地瓜粥 我见这边吃西饭比较多 削好过后我们给它分段 再改刀一下 给它切成厚片 这道菜主要就是为了美观 然后这些边角料 我们等下晚上就能让它煮走了 所以我们再给它切成长条 过中开水下入红薯条煮三分钟左右 因为等一下再煎汁的时候 这个红薯不容易熟 所以我们先给它煮半熟 好了 我们给它捞起来 控干水分 现在我们调个糊糊 加两勺低筋面粉 两勺玉米淀粉 加一小勺盐 倒入半个全蛋液 然后少量多次的倒入清水 边倒边搅拌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可以这样子有一点牛膝状 就可以了 盆中倒入多一点的妹毛糠 撒上三颗黑芝麻 再准备一小块紫菜 用剪刀改剪碎 加一点这种紫菜的话 炸出来会比较香 就尽量紧碎一点点 接着把这三样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裹了 先裹一层这个面糊 然后再均匀的裹上面包糠 像这样均匀裹上就可以了 妹妹做这个面包糠是没有要求的 白的红的都可以 平底锅倒食用油 老虾红薯条小火煎 放下去过后先不要着急去翻动它 火的话一定要是这种小火煎 把一面煎好再翻 就底部定型过后我们就可以给它翻面了 比较温柔一点 煎这个的话也不要心急 就一定要把这个红薯给它煎透 煎熟 如果家里面的小孩子比较爱挑食的话 可以试试这样做一下 真的超级的香 两面煎至定型了过后要定期给它翻一下面 小火就是煎了6分钟 像这样表面都发硬了 而且金黄色就可以了 关火盛出来装盘 最后摆上小孩子爱吃的番茄酱 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中午炒了一个椒白炒五花肉 西红薯炒蛋 因为我女儿很喜欢用这个汤汁泡法 所以汤汁比较浓 这鱼汤就很浓 加了一点海断牛 这是盐菊芝麻wiek 你也要吃喔 美河蟹 好吃好吃 多吃點 好 安吉 安吉喔 安吉 對的 媽媽 一起吃 媽 表面脆脆的一起吃 對 會講胡子 我吃的是不長的雞蛋 西紅柿 丁丁 媽媽 沒有西紅柿 媽媽餵 還有雞蛋 一起吃 雞蛋 西紅柿一起吃 一人一半 一半 一半 沒準備了 沒準備了 姊姊吃我的 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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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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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姊姊 緊绝